说到湖南衡阳千年酒文化 您最先想到的是什么呢 是公品零酒 还是两千多年前的青铜酒具 西汉流金凤鸟童中 今天呢 小新就来到了中国衡州酒文化博物馆 它也是湖南省第一家酒气文化的博览馆 走 一起品酒去 这个呢 是我们农香型白酒的一个花灶的一个灶区 叫做泥灶 我们酿酒呢 它需要五种粮食 就是高粱 大米 糯米 小麦 玉米 然后它在这个灶匙里面进行一个花灶 池壁和池底老灶泥经数百年自然驯化 富其大量有益酿酒的微生物 是酿造绵柔好酒的独特秘诀 使用泥灶酿酒 可以充分利用地表散热和保温 来抑制杂菌过度生长 从而使恒酒产生纯和浓香的口感风格 生香呢靠酵水 挺香呢靠蒸溜 据说 非移酿造技艺是恒酒的灵魂所在 酿酒工艺分为拌料 装赠 蒸溜 摘酒 摊量 下驱六个步骤 其中 装蒸特别考验师傅的经验和手法 在装蒸过程中 酒糟要边高中低 以便保证蒸汽的均匀度 这样才能确保酒品的品质 我们属于那种跑马教 什么叫跑马教呢 就是有新的粮食投入进去 然后呢就会有相对一部分的一个招配 它处于舍弃一部分 然后才能保持我们整个一个教室的一个循环的运行 好酒在酿 更在于藏 藏酒是走向顶级名酒的必经之路 于是小心跟随师傅来到了地下酒窖 为什么就是这些酒要藏在这个副一楼的地下呢 因为整个它处于地下的一个环境里面 它可以保持一个横温横湿 它在储藏的环境当中 它需要这种横温横湿 它会对酒体的一个提升 对很大的帮助 追溯衡阳千年酒文化 要从两千多年前的青铜酒具 《西汉流金凤鸟童》中说起 据称出土时 中内储存了26公斤的西汉美酒 虽时隔千年 但开盖瞬间却酒相似意 而这股酒正是衡阳的零酒 因为我们在地下酒 可以说是百年公斤这一块 就藏成下来的嘛 所以说这个酒 它不仅是作为一种银体 它还其实是一种文化的形成 随后小心体验了酒道 这是我自己调的酒 了解了酒史 参观了酒器 还品尝了酒品 也更加深入地感受到了 白酒文化和白酒产业的发展历程 诚然只有经过时间的发酵与沉淀 人们方知酒香醇厚悠长 正所谓时间酿酒 鱼味成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